Lun Sang 没想到 之前呼声还挺高的这台 iPhone 14 Plus 在开售当天渠道价反倒是破发了 我这台 128GB 版本的 65 码 比官网低了差不多 500 块钱 我自己是能理解 毕竟快 2023 年了 6,000 多的手机还不支持高刷 怎么听都很别扭 本来 200 出头的重量是个优点 但高刷的缺失 至少对我个人而言是无法接受的 来吧 我们这就开拆 顺便把之前那几台没测试的游戏和散热数据一起涨 看看这次三明治结构的散热能力有没有变强 第一步 关机后取出卡托 卡托位于机身左侧 双 Nano SIM 设计 上下放置 卡托材质是金属 内侧有防尘防水的胶圈 第二步 拆卸后盖 卸下两颗底部螺丝 14PLUS 和 14 一样都采用了全新的三明治结构 所以这回我们先从后盖入手 90 度加热三分钟后 配合拆机片滑开粘胶 打开后盖时和 14 一样 内侧盘线比较短 注意打开的角度不要太大 卸下一个螺丝取出盖板 挑开无线充电接口 将后盖和集成分离 后盖是玻璃材质 内侧通过金属片进行加固 摄像头的对应位置是有缓冲泡棉 无线充电线圈和电池的对应位置覆盖有散热模 无线充电排线上还集成有后置 麦克风和闪光灯 主体部分基本属于 14 的放大版 镜头模组和主板的大小规格完全一致 不同点主要是其中在下方 待会儿拆了再细说 卸下两颗螺丝取出盖板 挑开电池接口端电 第三步拆卸屏幕 加热后撬开屏幕滑开粘胶 打开屏幕和 14 同款的中框铝板 就是这个尺寸更大了 不知道这个散热能力会不会更好 卸下两颗螺丝取出盖板 挑开接口分离屏幕 屏幕分辨率是 2778×1284 钻牌 屏幕背面通过全覆盖的金属片进行加固 上方的感音排线集成有距离环境光和前置麦克风 驱动板位于底部 中框上驱动板的对应位置还有散热膜 第四步拆卸主板 卸下两颗螺丝取出盖板 挑开主板上的所有接口 取出 Face ID 模组 从左到右 依次是前摄点阵和红外镜头 模组的背面覆盖有散热膜 此时主板还压在上扬升器的下方 卸下九颗螺丝取出上扬升器 这个尺寸居然是 14 系列里最大 扬升器的背面还占有天线模组 卸下五颗字幕螺丝取出主板 主板的大小和形状和 14 完全一致 依旧是散热能力较差的双层叠板设计 正反两面屏蔽罩均有散热膜的覆盖 所有接口的四周都有缓冲泡面进行保护 国防版本的毫米波天线接口 依旧是通过一小片塑料进行填充的 揭开 ROM 上方的散热膜 ROM 上的丝印和之前拆的 Pro 和 Pro Max 一致 都是 K5A 开头 通过艾斯插学是东芝出品 这里我多说一嘴 上次拆解的时候我说到有梅的私印型号 好像有长存的供应 但后来它自己出来辟谣了 我自己手头的六台机子 包括同事购买的都清一色东芝 看来首发设备里并没有长存的 ROM 所以在这里我要重新的纠正一下 继续将主板分层 清掉 SoC 上方的导热材料 RAM 来自三星 容量 6GB LPDDR4X 规格 与下方的满血版 A15 一体封装 外挂机带也同 Pro 系列升级到 X6 机带下方是来自 USI 环续电子的 Wi-Fi 蓝牙模块 不管是速度还是信号强度 都要落于目前旗舰安卓机的 Wi-Fi 体验 另外射频收发芯片和 X4 一样 采用了两颗高通 SDR 735 切下四颗螺丝 取出后摄模组 两个后摄集成在一个金属防滚架内 都是祖传的 1200 万像素 主摄配备有传感器位移式的防抖 第五步拆卸副版部分 卸下五颗螺丝 取出 X 轴线性马达 这个尺寸真的大 15 16 规格 关键厚度干到了 4.2 毫米 算了一下体积 妥妥的是 14 系列里面最大的 卸下一颗子母螺丝 取出 SIM 卡卡槽 卡槽是独立设计 卸下 9 颗螺丝取出扬声器 从外部尺寸来看是 14 系列里面最大的 但从这个单体来看好像要比 14 小一些 副版还是传统布局 集成有两颗底部麦克风 气压机和来进接口 最后一步拆电池 电池通过两根易拉胶固底 左边轻松拉住 右边这根并不易拉 取出电池 容量是 4325 毫安时 是 14 系列里容量最大的 其实也就比 14 Pro Max 多了 2 毫安时 但是在网上增加容量的意义其实不大 目前的续航足够使用一天 把多余的空间让给双羊和马达 还能提升整体的使用体验 接播操作没毛病 制造商来自新网达 最后就是经过重新设计的中框了 但主板和中框之间依旧还是通过散热膜进行导热 并没有使用安卓机上常见的导热硅胶之类的导热材料 来看一下实际发热的表现吧 从三款游戏的实际表现来看 居然和 iPhone 14 的温度表现差不多 不过整体确实比上代同款 SoC 的 13 Pro 系列的表现要好不少 但 14 系列里发热表现最好的反倒是 14 Pro Max 虽说这里面有 SoC 本身的差异 但这块铝板的散热能力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看看下一代苹果会不会整一点骚操作 好了 拆解就到这里 整机有 25 种 共 81 颗螺丝 众斯归位 7 公的右边 小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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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雖然这个三明治结构的实际散热表现一般 但至少我们看到了苹果在 14 系列的结构上终于有了一些变化 现在我倒是很期待 15 系列的内部结构 搞不好能给我带来一些惊喜 最后我简单来聊一聊 用了快一个月的 iPhone 14 Pro Max 纯属基于我个人的用机习惯和大家分享一下使用体验 交互动画一如既往的四块流畅 拍视频能力和续航也都很强 但蜂窝和 Wi-Fi 的体验也是一如既往的拉快 部分场景的蜂窝体验可能还干不过隔壁的四级手机 回头我找几个地方对比测试一下 还有就是前阵子更新的 120Hz 王者 也是聊胜于无 各种挑战 常规体验你整个 Promotion 我觉得没问题 锁 80Hz 也行 但是游戏你还 Promotion 数是有些无法理解了 当然毕竟是刚上的这个版本不排除游戏本身的优化 但就目前的体验来说还不如原来的 60Hz 续稳定 说实话此时此刻我已经想换回安卓主力机了 等一波接下来的安卓旗舰吧 所以买了 14 系列的朋友 也可以在评论区简单聊聊你的使用体验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说明我们下期上车再见 因为我们下期见 嘱以上序的放置 小 Dáns我 放下来的 行李简直辖 嘛 现在再来一點